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课题是 量子力学导论 量子力学是这个围观世界里头的 很重要的运动法则 在物理学来讲 它是一个 假如在课程方面来讲是一学期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是以非常 入门的来介绍 所谓的量子化的能阶 量子力学 牵扯到在我们这种 普通化学层次的话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能量 能量 那也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要 讲的量子化的能阶 在下两小时里头 我们还会再谈到 波函数 还有这个测不准原理 还有这些 电子出现的拘力密度等等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 这个 着重在量子化的能阶 就是从能量的观点 在围观世界跟宏观世界里头有什么差异 那这个差异就是所谓的能阶的量子化 那样子化 那样子化再用更直接的讲法 就是不连续的意思 不连续的能阶 那我们先看看 在化学世界里头 这个 上个世纪 我们可以说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成果 那在这里我们列了大概 12项的这个重大的 上个世纪重大的成果 里头是很多跟量子化学有相关的 譬如说 第一个我们讲化学见解 就是电子与分子的结构 这个当然是跟量子力学直接的相关 另外我们说决定分子结构的方法 这很多也是利用量子力学的原理 来决定这个分子的结构 还有 侦测电子结构的方法 因为电子是存在在原子分子里头 那电子有 这个不同的能态等等 那侦测电子结构的方法 也是跟量子力学 息息相关 还有分子能阶的动态学 以及机缘反应的动态学 这都是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量子化的能阶 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还有下面几个跟量子力学没有直接关系 在化学领域上头的重大的发现 例如单理跟鉴定天然物 以及人造化合物的分析方法 例如有机物的系统的合成 例如无机物的合成 跟有机物的 有机金属化学的发展 例如催化反应 跟催化剂的发展 这也都是跟量子力学相关 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的相关 然后还有了解重大 基本反应的机制 例如说氧气的还原 氮气的固定 光氧化水 二氧化碳的固定 以及光合作用 这都是我们化学家觉得是影响生活非常重要的反应 那我们上个世纪都有很好的了解 最后一项是理论预测电子 以及分子结构 以及活性 这当然又是回来跟我们的 所谓量子力学有直接的相关 所以我们从上述的讲法里头 我们知道在我们上个世纪 化学有很大的发展 然后这些发展里头 跟量子力学都有受很重要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要简介的 就是量子力学里头 所谓的量子化的能阶 我们会试图以很简单的数学式子 还有很简单的观念 来介绍这个量子化的能阶 好 我们用的基本假设是 所谓的这个 指点跟波的双重性 我们在量子力学里头 指点跟波是这个所谓的一体的两面 然后在围观系统里头 它存在的条件 就是它的波 物质波是以助波的形式存在 也就是不会自己产生干涉 破坏性的干涉 所以助波的存在 是这个我们要加的假设 那有这两个假设以后 我们要了解的问题 当然是原子分子 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在这里 以简单的三个系统来做介绍 让大家有进一步的了解 三个系统是一维的能四箱 这是最简单的系统 等会我们再稍微详细描述一下 那另外 所谓的弹簧简洁运动 这是分子内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运动的最简单的描述 所以是简洁运动 就像弹簧的运动一样 第三个能阶就是我们轻原子的能阶 我们要以这三个系统来对量子化的能阶做进一步的了解 或者用这三个系统来做说明 好 我们现在看看 所谓最简单的系统 一维的能四箱是什么意思 在一维的能四箱里头 我们假设的是 就是一个指点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存在 那未能是零 然后除了这个界限以外 未能就无限大 它就不能够跨越这个能障 所以就是说一个指点在一个有限的空间 不受力的存在 我们叫做一维的能四箱 那从这个数学式子里头你可以看到 所谓未能在x等于a到0之间的时候是0 然后x大于a或者x小于0的时候 未能是无限大 这个就是一维能四箱的这个未能的描述 就是说在一个有限的空间 0到a之间 它是不受力的 然后它出不去的 那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物理系统 那所以呢 由刚才的假设 我们说任何指点都有波的性质 或者波也有指点的性质 然后它存在在这个空间的话 它的物质波的波长 要是助波的条件 所谓助波的条件 就是波长的二分之一是整数倍 就是它能够存在的这个边长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列出下列的λ除以2等于a除以n n是正整数 a是它存在的界限 好 我们再用古典力学里头 能量的公式 能量等于这个动量的平方 除以2n 那根据deblogger的这个物质波的 跟动量的关系是 p等于h除以λ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所谓能量等于p平方 除以2m 等于h除以λ 的括号的平方 除以2m 然后我们重新修饰这个式子 就变成一个8ma平方 分之n平方h平方 这个式子看起来稍微复杂一点 不过我再讲一次 这个m是这个值点的质量 a是这个值点存在的空间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存在空间的边长 然后n就是我们所谓的量子数 h是我们的普兰克常数 所以从这个式子你可以知道 我们能量的话 是跟不连续的 它只能够是n等于1的时候 就是8ma平方h平方 n等于2的时候 就刚才的数字的4倍 n平方2的平方就是4倍 然后n等于3的时候是9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能量是以这个1、4、9、16、25这样子的不连续的这样的上升 这个根据我们的指点的双重性 以及 的动量跟波长的关系式 但是在一维的能事箱里头我们就可以导出这个简单的式子 当然这个式子所代表的含义 在这里头 你也许还不清楚 我们再以几种实力带入 来让你有比较好的认知 或者感觉 那我们下来 我们以一个球在我们宏观世界里头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乒乓球 在一公尺的空间里头不受力的运动的话 那所谓的量子力学用在这个系统里头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我们刚才说过我们能量等于8mA平方m平方h平方 那我们现在用所谓一个指点 我们一克 一克的话就是1.0乘以10的-3次方公斤 在一米的空间里头运动 那我们就这个A就是带1.0米 我们用所谓SiUnit来带入这个所有的单位 都是用SiUnit 那我们得到的答案里头能量的单位就会是Jaw 好 我们再把普兰克常数带入6.62乘以10的-34次方 那你这样的带入的结果 我们经过计算可以得到5.5乘以10的-45次方 -65次方保险 -65次方交了 那这个就是说 那这个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是一个指点 一克在一个一公尺的空间里头运动的话 它能阶是不连续量子化的 但是量子化的这个能阶的这个很小 小到5.5乘以10的-65次方 这是科学家在计数这些数值的时候用所谓的数量级 这个是大家假如对科学技术有概念的话 这是很小很小的能量 完全不可能增测出来的小的能阶 所以这个时候量子力学用在我们宏观世界呢 就不具意义了 因为我们说它不连续 但是不连续的这个数值呢 非常的小 我们可以用我们宏观的古典力学的认知 来了解这个指点的运动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更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 并不是说古典力学跟量子力学是互不两立的 它们是互补的 只是在围观世界的时候 你宏观世界的连续的概念 再用在围观世界里头 就不再连续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系统 第二个系统是原子或者分子中的电子 这就是围观世界了 我们在奈米的世界里头 电子在原子或者分子中的能阶 我们一样的道理 我们假设 实际上电子是受原子核的吸引力 然后在有限的空间里头运动 但是我们近视 假想这个吸引力是不存在的 然后因为电子只在有限的空间运动的话 我们就带入这个刚才的式子 所谓能量等于8ma平方 m平方 h平方 那我们带进去以后 我们得到的是电子的质量 是9.1乘以10的-31次方公斤 是电子是非常非常的轻的 我们说它在一个 也就是1乘以10的-14次方的米的空间里头运动 不受力 然后我们再把同样的式子带进去 我们得到一个电子的能阶 能量是大概数量级在6.0乘以10的-18次方焦耳 那这个能量 当然是比刚才的10的-65次方大的很多 但是实际上还是不大 但是你不要忘掉这个时候是一个电子 那我们又回来宏观世界 我们常常观察的不是一个电子 而是一摩尔的电子 一摩尔的电子呢 我们就要乘以 所谓的亚佛加德罗素 那就是我们宏观世界看到 电子变化的时候 是一摩尔的电子变化所产生的能量 那我们再把这个6.0乘以10的23次方 这个亚佛加德罗素再乘上去的话 我们会得到每摩尔实际上是有3.6 乘以10的6次方焦耳的这种能量 那也就是我们这3.6 那是我们用第一阶的能阶带进去的结果 第二阶的能阶就是这个的4倍 第三阶的能阶是这个的9倍 我们暂时先不考虑 我们现在要有的观念 是所谓的数量级的观念 好 那你这样带出来的结果 就是所谓10的6次方焦耳 10的6次方焦耳 大概10的3次方千焦耳 或者再处以这个热功当量4.185 你就可以得到千卡 所以这个能量就是一般我们所谓化学反应 或者电子的原子的游离能等等 能量的这个数量级就跟这个相关 也就是说我们化学家观察到的能量变化 都是在这个数量级左右 这个数量级左右 所以这个可以非常简单的解释 为什么化学反应的能量的变化 都是在几百到几千个千卡左右 那我们还有一个系统要介绍的就是在核物理里头 那是更小的空间的存在 我们在一个休息一下子以后 我们再继续来介绍我们的一维能事箱的另外一个例子 然后由上面三个例子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比较 让同学能够对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能阶的变化有更好的了解 好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所谓一维的能事箱 一维的能事箱在粒子在有限的空间运动 那不受粒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维能事箱的定义 我上个小时介绍了这个宏观世界的 例子 它以为能事箱里头量子化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小的能阶 就是大概10的负65次方 然后我们宏观世界看它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看 所以这个就是10的负65次方交额的小的能量 电子在存在在有限空间的时候 比如说在eonsum的空间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是10的负18次方的交额的能量 那也是好像感觉上非常小 但是问题是我们宏观世界来看电子的时候 是1mol的电子在看 就是化学反应是1mol的这个分子粒子在作用的结果 所以我们还要乘一个亚佛加德罗数 6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我们得到的能量就变成 我们在这里计算上头我们可以到3.6乘以10的6次方 每交额 每摩额 我们单位不是每粒 是每摩额 所以这就是一般我们所谓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 为什么在这个几百千卡 甚至上千千卡的数量级 我们可以得到第三个例子 就是在原子核里头的中子子子 中子子子我们统称叫做核子 就是原子核里头的粒子 核子当然有更强的物理意义 就是说它们在原子核里头有粒子之间的强作用力跟弱作用力 我们先不管这个作用力的来源 我们是用简单的能阶的模式 我们就说粒子只在原子核之间运动 不受力 然后出不了原子核 所以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用一维的能式箱 那这个时候一个核子的质量是比电子大一点 大概是1.67 乘以10的-27次方公斤 核子当然也是非常小的粒子 当然是比电子重了两千倍左右 然后它存在的空间在原子核 原子核又是更小的空间 大概是10的-15次方米 所以我们把核子的重量 核子存在的空间 带到我们这个所谓的量子化的能阶 1n等于8m a平方 n平方 h平方的式子里头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运算的结果 我们得到的是3.3 乘以10的-11次方的焦耳 同样的跟刚才电子的观念一样 好像10的-11次方的焦耳也是一个很小的能量 没有错 假如是一个原子核的话 是很小的能量 同样的我们又回来宏观世界了 我们因为我们人就是存在在宏观世界 我们要观察微观世界的时候 我们又是以一个摩耳的树木来观察 所以你还是要把亚佛加拉德罗树再乘回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2.0乘以10的13次方 焦耳 美摩耳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能量了 我们可以用核物理里头 用的几个MEV 几个GEV的能量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原子核 核分裂核反应的时候 所引起的那么大的能量的变化 那所以这个像刚才讲过的 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 或者核反应的能量的变化 这当然是有比较深的这个所谓的科学的意思 但是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 一维的能四香的概念 就可以蛮容易了解 为什么在宏观世界里头的指点 运动起来是能量是连续的 量子力学不需要用在这个宏观世界的例子 为什么在电子在原子分子里头运动 它产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电子运动的空间有了改变 所以它引起能量的变化 为什么是几百千卡或者几十千卡 为什么核反应是这个几个MEV M就是10的六次方 那GEV就是10的九次方 这些电子伏特那么大的能量的变化 就是因为当你的围观粒子存在的空间 越小的时候 你所产生的能阶的变化越大 从式子里头你也可以看得到 它是8mA平方m平方h平方 所以存在的A跟M尤其是A 越小的时候 你这个能量的量子化的能阶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能阶的变化 它的能量的变化 我在这里只化出是第一阶能阶跟第二阶能阶 是1跟4 因为你假如要继续化下去 再来就是9m平方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画上来 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你的能阶的高度或者差额 是越来越大的 是m平方以平方的数字在增加的 所以你的能差就越来越大 这个是最简单的物理系统 叫做一维的能是相 用助波的条件导出来的关系是 然后以三个实际上头的例子来做说明 那我们再讲到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能阶的形式叫做简洁运动 英文叫做Harmonic Oscillator 实际上就是你在弹簧里头的辅刻定律 辅刻定律就是你的位移正比于 跟平衡点所产生的位移正比于受力 你拉得越开它的受力越大 这就是所谓的苦克定律 F等于这个Kx 那你从这里可以得到它的能量的关系是 它能量的关系是对这个受力来讲的话 就是刚才你受力再去积分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能量是等于二分之一Kx平方 这在古典力学都很简单可以了解的 我们辅刻定律 然后我们的能量是一个抛物线 抛物线 也就是说你的指点能量越高的时候 它可以存在的空间就越广 那越低的时候就比较短 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式子上可以看得到的 那 这是宏观世界的弹簧 是连续的 围观世界弹簧就不连续的 那当然这个整个式子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薛定格方程式来处理 然后来用数学技巧来求得这个量子化的能阶 不过我们在这里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结果 跟一些定性的说明 简洁运动的量子化的能阶呢 是 所谓的 1 等于一个 v加二分之一的hNu0 Nu0是一个常数 跟这个辅刻常数 K跟所谓你的物体的质量 μ是相关的一个数字 我们不管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就说它的能阶呢 是 v加二分之一 v又是正整数 所以你从v可以从0开始 不是到1 2 3 4 所以你把这个4带进去的话 你得到的能阶 跟刚才一维的能四相不一样 一维的能四相是跟正比于m平方 我们得到的是1 4 9 16 等等等 在简洁运动量子化的能阶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是0.5 1.5 2.5 3.5 4.5 这很好玩 也就是说 你从0 要升到1 所需要的能量 1.5 要升到2.5 2.5 要升到3.5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需要 这个要升这个能阶的时候呢 它的能量的差额呢 都是H Nu0 H 所以呢 就变成在围观世界里头的一些堂皇 就是简洁运动的时候呢 它有它的特定的吸收的能量 这特定的吸收的能量就是刚才讲过的HNu0 Nu0就是跟你的原子的质量有关系 跟原子的作用力K有关系 这里 就是所谓的 红外线吸收光谱的基本的原理 红外线吸收光谱 就是侦测分子里头 这个原子的振动 那最特定的振动 就有特定的吸收波长 我们譬如说我们在下面的柿子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谓碳碳三界 吸收在2200个波数 或者碳碳双界 吸收在1600个波数 或者所谓的 碳氧的枪击 吸收在1700个波数 等等等等 或者碳氧化碳 或者碳氧化碳的配位挫合物 吸收在2100个波数等等 都是所谓的特性吸收 这就是我们由这简洁运动 推演出来的红外线光谱 它有特定的吸收 好 我们回来看这个能阶 刚才讲过 这个能阶是0.5 1.5 2.5 3.5 当然 严格的数学推导 你们需要更多的知识 但是我在这简单来讲 为什么从一维的能事箱 到简洁运动 会有这样不同的能量的量子化 因为一维的能事箱里头 你随着能阶的升高 它存在的空间没有改变 就是那个A存在的空间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的导致的结果就会因为这个动量跟波长是导数关系 那你到时候助波存在的条件以后 你就会得到这个N平方的关系 所以它的能阶呢 量子化的能差越来越大 但是简洁运动不太一样 它能量升高的时候 存在的空间变大 你可以从这个抛物线里头看到的 你当你能阶越高的时候 它存在的空间就变大 那变大 你可以想象成这个 这个带回这个一维能事箱的公式里头 它变大以后 它的能阶就会越密 因为是8mA平方 分之m平方x平方 a平方是在分母 所以当它a变大的时候呢 它的能阶就会变小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 原来从一维的能事箱 到简洁运动的时候 你可以了解到 它的能阶是会变密的 所以刚才原来的14916呢 变到这里的简洁运动呢 就是0.5 1.5 2.5 这种的能量的 这样的量子化的能阶 那当然这个用在整个原子分子的时候 是一个就是一个近视值 我们从下一章的看到 你在双原子的分子里头的能阶图呢 大体上是在无限远的时候 我们定义做零点 然后当两个原子接近的时候 它通常是显示的是吸引力 吸引力以后呢 到有一个极小值以后 在近距离的接触就变成排斥力 这是非常典型的 所谓的双原子分子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 就是有时候甚至 离子键 凡德沃尔力的作用力的 这个特性也类似 关键只是在这个 所谓最低能差 所谓这个键能的大小而已 那我们通常是这种 这种很复杂的 这个能量的曲线呢 我们通常在低能阶的部分 就是在极小值附近的时候 它这种图形的变化 我们非常接近一个抛物线 在这个图上你显示出来的 这个抛物线 跟这个所谓的分子的作用能阶 在这个极小值附近呢 是非常相类似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通常讲的 我们一般分子化学件 存在在这个分子间的时候 是一个弹簧 是一个弹簧 那这个弹簧 让得在我们假如说 在描述分子的运动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分子运动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个原子 都是固定不动的 而是说 它的这个 原子跟原子之间呢 都是在震动的 那 所以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简单的 简洁运动的一个复习 我们说简洁运动 就是在宏观世界里头的弹簧 它的位于正比于它的受力 然后我们经过这个古典力学的积分的形式 我们可以得到能量 能位的公式是等于二分之一k平方 二分之一k平方数学来讲 它就是一个抛物线 抛物线 那有这样的一个能阶图的话 那我们说它能量越高的时候 它存在的空间变宽了 所以能阶变密了 所以就从原来的一维的能式箱 改变成到现在的这个能阶比较密 因为它数学的关系式都是一个平方的关系式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能差 就是一个固定值 所以这个在简洁运动里头 量子化的能阶就是0.5HN0 1.5HN0 2.5HN0 这样一直上去 那这就是非常有趣的系统 因为你在要签的时候 再加上选择率的限制 它就从1.0HN到1 1HN到2 2HN到3 在完美的简洁运动里头 这能差都是一个定值 这个就是所谓的特定的振动吸收 可以用在分子光谱里头 那这个特定的吸收 在下面来讲的话 就是各种各种的分子振动 那假如说一个3N原子的分子 有N的原子的分子 它有3N的自由度 那有3N-6的振动的自由度 所以一个复杂的分子 会有很多的特定的红外线吸收 那所以这可以去鉴定这些分子 所以这就是这个红外线光谱的原理 实际上我们可以由量子力学的 一维的能势箱 还有简洁运动 来了解 来描述 那我们 这一节到这里为止 下一节我们会进入真正的 这个氢原子的量子化的能界 谢谢 谢谢 我们介绍了这个 两个简单的 这个 所谓的物理系统 或者叫做能界的状况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一维的能势箱 是在围观世界里头 它的量子化的能界 以及所谓的物理学上最常见的简洁运动 它的能界是一个抛物线的 它的量子化的能界 好 我们现在进入所谓氢原子的量子化的能界 所以氢原子有一个原子核 有一个电子 所以是一个两个指点的问题 它电子跟原子核的作用力 就是所谓的酷能作用力 是正负电相吸 所以是一个 酷能作用力是R平方分之Q1Q2 那 所以是一个Q1Q2 当时电荷是不同的时候是吸引力 所谓能能 这个 这个是 是 电荷相同的时候是排斥力 那我们这个 这个吸引力 我们积分下来的话 我们得到的能位 就是跟距离分之 正比于距离分之一 所以这是一个 所谓数学上头的双曲线 数学上头的双曲线 那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能量的分布 是一个双曲线 就是能界 那这种的能界 我们当然一样的 跟刚才 这就是已经比较复杂的系统了 真的能够直接数学推导的 只有一维的能识箱 那刚才是简洁运动 跟现在的氢原子的 电子的能界呢 都是需要有一些数学技巧 把所谓的作用的能位 写在这个薛定格方程式里头 然后解这个所谓的偏维分方程式 你就可以得到能界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数学技巧 我们还不直接不去推导 但是把结果告诉你们 这个在高中的化学里头 已经把结果告诉你们 它的能量呢 是等于跟量子数一样的 是-n平方的13.6个电子伏特 这个不是SI unit 但是我们习惯上用这个电子伏特 事实上就是氢原子的游离能 氢原子的游离能 13.6 你只要换成SI unit的话 因为电子伏特是一个电子 在一个伏特的电压里头 所受到的加速得到的能量 是等于2.18 乘以10的-18次方的交文 OK 这个是所谓的SI unit 那每一个电子 然后你要乘以一个亚佛加德罗数 你就变成一模的氢原子的游离能 好 除了氢原子的游离能以外 它跟量子数的关系 是负的n平方分之1 所以你假如套这个公式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 n等于1的时候 它的能量是-13.6 电子伏特 我电子伏特就把它省略掉 那n等于2的时候 就是4分之-13.6 OK 相当于大概3.6左右 -3.6左右 在n等于3的时候呢 那就是-更小的9分之13.6 然后4就是-16分之13.6 然后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到n等于很大的时候 就接近于0 接近于0 这又是跟刚才的 一维的能式箱的量子化的能界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讲过 你要真正了解的话 你是需要知道这个 所谓量子力学的一个经典方程式 那个薛定格方程式 以及数学技巧 我现在只是用尽量用一维能式箱的概念 来让你了解 为什么轻原子的量子化的能界会像我这里图示的这个样子 主要就是我们用一维的能式箱的概念 来思考 我们一维的能式箱里头是能量是等于8m a平方 分之m平方 h平方 a就是它存在的空间 一维的能式箱的时候 谁存在的空间 谁能接的身高是不改变的 完全不改变的 所以你得到的关系 是能量会正比m平方 然后在简洁运动的时候 它是一个抛物线 抛物线是说 它随能接的身高 存在的空间是会增加 但是到增加一种 一种关系以后 就增加的越来越不多 它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的关系 你在数学想想看 大概就知道 但是氢原子的能阶又是不一样 它是一个好像向外弯的一个双曲线 向外弯的一个双曲线的时候 你就知道当你能阶升高的时候 这个存在的空间变大很多 它是向外弯的 所以当你能量升高的时候 它存在的空间变得非常的大 你带进这个一维的能式箱的时候 那个a平方带进去的话 你就知道它的能量 就会变得非常的小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非常的密 所以氢原子大概n很大 接近游离态的时候 它的能量几乎快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你给的能位不一样 所得到的量子化的能阶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在尽力在这里 做一个让你了解 不同的能位 会导致不同形态的量子化的能阶 那像这个一维的能式箱里头 它是所谓我们一个常数 能量的常数成立 1、4、9、16、25 这样的一个系列 在简洁运动的时候 是0.5、1.5、2.5、3.5 这样一个系列 在氢原子的时候 是-1分之1 -4分之1 -9分之1 -16分之1 -25分之1 这样一个系列 一直到0为止 一直到0为止 0就是它的最后的游离态 我只是试着用这个一维的能式箱 存在的空间而已 来定性说明 为什么这三种系统 有不同的这个量子化的能阶 所以这个就是在维观世界里头 最重要的这个量子化的能阶的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所谓的 在这个图形里头 三个这个系统的图形里头 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个电子密度的这个意义在里头 我们回来这个第一个 一维的能式箱的图里头 我这里画的两个能阶 一跟二所代表的能量是8mA平方H平方 跟第二个8mA平方4H平方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线的部分 是所谓这个物质波的波函数 波函数 那这个波函数本身并没有物理意义 但是波函数的平方 是代表所谓在量子力学里头 波动力学里头所谓质点出现的激励密度 所以在不同的能态 它有不同的出现的激励密度 那在一回的能式箱的最低能阶里头 我们可以说在中间出现的激励密度最大 在两头出现的激励密度最小 那在第二个能阶的时候 反而中间出现的激励密度是最小的 是零的 它是一个节点 然后在四分之一跟四分之三的地方 反而是一个最高的出现的激励密度 所以以止内推 然后我们到N很大的时候 N很大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多 N-一个节点的波函数的分布 然后N很大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在任何一个小空间 出现的激励密度都是相等的 因为它是上上下下 有无限多次以后 你积分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在跟宏观世界里头 我们接触到的所谓的指点 在一围的能事箱里头 出现的激励密度是一样的 那个答案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系统 简洁运动里头 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 这个红线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波函数的部分 波函数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红线的这个波函数 把它平方的话 你就会得到所谓的激励密度 那这个最低的能阶的部分 我们跟一围的能事箱有一点像 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 不过从外形来看是非常的接近的 好到第二个能阶的时候 v等于1的时候 刚才是v等于0的时候 v等于1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一个 也是跟刚才的这个 一围的能事箱的n等于2 有一点类似的图形 那我们把它平方以后 同样的你会得到 在中间激励密度最小 它是一个节点 然后在两边会比较大 然后n等于1 v等于2就等于这种情形 一直会增加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简洁运动里头 出现的密度 然后你用数学式推导的话 v等于很大的时候 也跟一般的所谓的简洁运动的 古典的简洁运动会是一致的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 所谓的古典力学跟量子力学 并不是这个互不相容的或者互不成立的 而只是互补的 它你把这个量子力学里头的量子数 变成很大的时候 就会接近这个古典力学所描述的现象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个氢原子的情形 氢原子是一个垫子受原子而吸引力以后所产生的能位 然后它的能位 我相信各位同学在高中里头已经有很清楚的概念 那只是这一次再重复 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就是怎么样了解它的能量 1n等于所谓的-13.6电子伏特分至n平方 这个数学式子 这个数学式子 这个你们已经用过很多 严格的可以由波动力学来推导 那定性的说明我已经刚才说过了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未能曲线的关系 当它能阶升高的时候 它能够存在的空间变成非常的大 那非常大以后呢 就会变成很密很连续 所以它的能阶是-13.6 来量子数等于2的时候 就是所谓2s2p的时候 是-的4分之13.6 那3s3p3d的时候是-9分之13.6 然后一直上去以后 到后来就会变成连续的游离态的这个能阶 那它的波函数呢 在这里有显示出来是 从这个原子核的地方 它出现的距离密度是最大的 然后在随着距离这个增加 它出现的距离密度就变小 同样的-2的时候呢 它是原子核的有一定的距离密度 然后经过一个节点 然后再来 键次的变小 那-N03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两个节点 所谓节点就是波函数等于0 也是波函数的平方等于0 也就出现的距离密度等于0的地方 那这种节点的观念 就需要用波的描述 才能够了解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比如说你在一个大鼓里头 鼓里头 我们上面放一堆砂 然后你在下头去敲它 你敲的频率不一样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不同的 这个砂的分布图 就有一点像这个 所谓的S轨域的电子密度分布一样 当你越用力敲的时候 它那个节点就越多 非常类似于这个氢原子的这个电子密度的分布 那所以这个是氢原子的量子化的能阶 那同样的在量子力学里头 我们今天介绍所谓的 为什么会有量子化的能阶 然后随着这个能阶 有一个物质波的波函数 那这个波函数有节点 节点越多 能阶越高 然后 我特别要在这里最后补充一个小点的 就是量子力学里头 有一个叫做穿穗效应 穿穗效应 在穿穗效应呢 就是说在古典力学里头 不会存在的区域里头 量子力学会可以存在 那也许这个穿穗效应呢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在一维的能四箱里头 因为它的能脏的无限高 所以它并没有穿穗效应 你可以看到它的波函数 在边界就会等于0 那在简洁运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波函数 会穿穗过这个抛物线的地方 同样的在 氢原子的电子能阶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等会儿大概 还会再加以较详细的说明 因为穿穗效应是量子力学里头 一个特别的 不同于古典力学的地方 所以我们等会儿还有最后一小段 最后一小节我们会把 在前头讲的复习一次 然后再把穿穗效应 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 今天我们是做最后一段 对所谓的量子力学里头 在微观世界里头 出了所谓的量子化的能阶 跟古典力学非常的不同 然后还有所谓的 出现的居立密度 因为所谓子点跟波的双重性 测不准原理等等 所引起的所谓我们的出现居立密度 这个也是跟古典力学不同 另外第三个跟古典力学不同的是 有一个穿穗效应 穿穗效应就是说 我们本来就像我们的主水坝一样 假如你的能阶比你的能脏还低的时候 你这个指点就会在这个能脏以内运动 而不会跳出这个能脏以外 这就是古典力学说 你有一个能脏的话 你除非你能量比这个能脏高 你就可以跨上去 能比能脏低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出去的 这是古典力学的讲法 但是量子力学说 它只要它的能脏不是无限高 能脏不是无限厚 这个时候 这个能脏以外 就会有出现的居立密度 这个出现的居立密度 这个时候呢 跟这个能脏的高度 跟能脏厚度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不详述 我们只是定性的说 主要你的能脏不是无限高 这个无限厚 这个就会有出现的 在外头就有出现的几率 这个就是所谓量子力学的穿穗效应 有点像我们在这个 这个能脏里头打一个隧道 让这个指点出去一样 所以叫做穿穗效应 这穿穗效应尤其在轻的指点里头 像电子啊 像这些很轻的指点里头 越显著 好 我们再回头复习一下 刚才这三个 这个所谓量子化的能阶的系统 第一个 一维的能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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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能阶呢 是所谓的 一 四 九 十六 二十五这样的系列 然后它的波函数呢 就是这个 n等于一的时候 它是半个波长 n等于二的时候 它是一个波长 n等于三的时候 它是二分之三个波长 以此类推 所以它的节点就会越多 但是在这里头 一维的能式箱里头 就没有刚才讲过的穿穗效应 因为我们假设的这个能阶是无限的 无限高 所以它就完全出不来的 所以我们就这个 出现的基地密度在0跟A的地方 就会变成0 所以这个是 一维的能式箱 因为我们的假设能脏是无限高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穿穗效应 到这个第二个系统 所谓的简洁运动的时候 简洁运动的时候 我们说它的能脏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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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物线 那这个抛物线呢 不算无限高嘛 所以呢 它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能阶呢 就像刚才的讲过的一样 是0.5 1.5 2.5 3.5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能阶 然后它出现的基地密度 跟刚才意为的能式箱非常相似 当它的能量越高的时候 它的节点越多 节点越多 非常类似 但是终究 在这个两头出现的基地密度 会比在中间的大一点 这跟古典的一样 好 在这里就有穿穗效应了 你可以看得到 它并不只在 抛物线的这个终端 它可以透出去一点点 透出去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 当然在这里头 这个透出去一点点 就是所谓的量子力学的穿穗效应 同样的我们到第三个系统 就是所谓的轻原子的能阶的部分 轻原子的能阶的部分 是有包括这个双曲线的一个能位的部分 那这双曲线的能位的部分 随着能量的升高 它出现的基地密度是会透出这个双曲线的部分 尤其在低能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穿穗效应 非常的明显 然后随着高能阶 它本来的出现的基地就会宽广 然后随着能阶的这个升高 它的节点的数目也是增加 然后它的这个能量的分布 是一个-13.6EV -4分之13.6-9分之13.6-16分之13.6 这样一个系列上升的 然后它的这里因为它的能脏的关系 也是有明显的穿穗效应 所以我们总结这三个体系 我介绍了这个量子化的能阶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能量的不连续 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量子力学 用在微观世界里头 算在我们这个普通化学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当然我连带的说明了所谓的这些波函数 在原子诡异的介绍的地方 我们会引用很多 有薛定格方程式所解出来的波函数的概念 当然波函数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我们只用它其中的一个 就是叫做出现的基率密度 所谓波函数的平方 我们以后再多加介绍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所谓的节点的概念 波函数的概念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简节运动 跟氢原子的电子能阶的部分 都有所谓的穿穗效应 就是它并不是局限在它的能位里头 在它的所谓的能位的外头 它都有一定的出现的局限密度 另外还有就是从原子的能阶 氢原子的能阶 再加上所谓简节运动 我们可以扩充到一般分子的概念里头 分子是一些原子经过化学间接 化学间接而结合的一个原子团 那因为化学间接的关系 使得这个原子跟原子之间 刚才讲过 它在低能阶的部分 跟弹簧 就是跟一个抛物线 是非常的像的 它的能位 所以我们可以说 用结合原子概念 加上刚才的简节运动的概念 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这个原子世界到分子世界 那分子世界就有一些能量的变化 在这里讲就是所谓的这个间接 还有这个间接的部分就是一个简节运动 那一般的化学间接的能量 那我在下一个图里头也有这些简单的这些化学间接的这个数值 供大家参考就是为什么化学间能用 会是这个像这里 氢跟氢的化学间能是435,000交额 那氢跟氧的是465,000交额 那当然这都是所谓单间的间能 你可以看得到双间的间能跟三间的间能就越来越大 最简单的这个例子是碳碳单间是347个千交额 碳碳双间是614个千交额 碳碳三间是839个千交额 这些数值就刚才我们已经用一维的能事项来讨论的时候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化学间能就是这个基板的千交额的能量 我们刚才已经推导过了 但是用这些简单的简节运动跟化学间的观念 我们就可以把原子结合变成分子 那这就是我们原子分子科学的基本概念 我们可以发现的 好